今天来打实验领域,难度4 用的就是这一堆队伍 专注最好越高越好 这一个专注一定要超过95 因为要用它来降恢复速度 然后我们这里吃一个食物 加10%防守的食物 我还有 那就不需要吃了,食物的效果还在 就吃一个加防守的,加10%防守的就可以了 将补血的这两只先不要自动 不然它会乱补 其他的开自动没问题 好,这里才来吧 好,这里才来吧 哈哈 don't get cocky be my fire be my firewood be my firewood i spout world i won't miss twice brick and blade be my fire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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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pout world i won't miss twice brick and blaze i won't miss twice i'll try my best let me be your savior 先不要補 等他放大招就再來補 所以這裡補血的不要放自動 放自動他會亂補 等他放大招就再來補 清掉那個護衛效果 進入王關之後就 阿德莉不要自動放 等王差不多要放絕招的時候 差不多在這裡 我們才消掉那個負面效果 然後這裡放阿德莉 減一減他的那個速度 不然的話是 消不及的 一直消負面效果是消不及的 我的技能已經滿級了 但是還是消不及的 然後這裡放 消掉 然後阿德莉在這裡 所以阿德莉的那個專速要高 這裡再等一等 然後這裡消掉 現在我的隊伍自動還是 打不贏 所以阿德莉在這裡 全靠烏殺還有這一隻 在打 這一隻忘了叫什麼名 這兩隻在打 這兩隻在打 在這邊 再打 輕輕鬆鬆 這裡可以拿到三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